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听劳工声音 立抗社福成伦 上个会期 其实吴委员有针对劳动部长 有一个质询 就是希望暂停对社福机构的劳检 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知道 在国会里面不可能会有劳工的声音 在里面为我们代言 接下来在这个月3月3号 吴委员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那是针对三十之一劳机法的适用指定范围 他希望人团体 人团法成立的这个社会团体 同样可以纳入这个四周变形公式 第二个部分 他提出的诉求是想要挑战 这个单日12小时的公式上限 所以这部分对我们来说 是不断的在把劳工的权益 放在非常非常后面的地方 因为我们主张 其实公式上限这个问题 它不是一例一休的心法 通过之后才有做这样的更改 从91年开始 劳动部公布新的法规之后 包含四周变形公式 跟单日的工作公式上限 不论你是四周变形公式 还是你是八十四之一条 适用的责任制 它都不可以超过12小时的上限 所以当五一行委员在接受 媒体访谈的时候 他提到说社工的 我们的工作很特殊 我们是照顾型的工作 那不可以把案组 就是丢在旁边 但是对我们而言 这个照顾的工作 我们就是劳工的身份 必须要适用劳机法 社会福利服务的这个照顾工作 它其实是一个比较高劳动密度 然后比较高负荷的工作 那可是台湾现在 还是很多机构是 长年来是用的是连续16小时 连续24小时这样的排班方式 我今天四五点上班 要到隔天的八九点才能下班 每个礼拜这样连续四五天 这样的上班情况 甚至有可能是我今天进去 就要四五天之后才能下班 这样子的排班方式来 让我们的申府员保育员 或相关的这样子的 照顾工作的前这样子上班 医情委员提了一个 常见的机构安置人力的公时安排 也就是他说的八加八 就是八个小时工作 八个小时在机构里面 陪伴孩子可能过夜 可是这状况八加八 其实凸显了什么 就是我们安置机构的公时问题 长年都超过劳基法单日公日十二小时 公时十二小时的上限 工作是工作 休息是休息 这不能混为一谈 不能告诉我说 我陪伴孩子休息 这个叫做休息 工作就是工作 即使是这样子的工作性质 他还是在工作 所以这个八加八等于十六 这件事情 这个是简单的国小数学 八加就是等于十六 绝对不能被打破 变成每天工作要到十六小时 就像刚才理事所说的 就是最高上限就是十小时 再加上加班才能到十二 而不是长期性的就安排成十二 或者是十六 那至于如果这样子的工作性质 我刚才说工作人员需要比较多的休息 比较完整的休息 那他需要做二休二 我这边还是倾向是 如果需要做二休二的方式 那个每天的工时 还是不能超过这样子的上限 我们可以算算看 即使做二休二 每天工时到十小时 这样算起来 工时并不少啊 大家可以算算看 如果做二休二 每天工时到十六 这样加起来 是等于每天在上班啊各位 有些人就说啊 这是社工 这是政府员自己想要的排班方式 好像这么一讲 他们长年来 违反劳基法的这个事实 就不存在一样 照顾工作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工作 我们大家会继续愿意做 多半都是对这个照顾的对象 有这样的使命感 那可是我们的机构 大部分机构 会这样排班的机构 都跟我们讲说 永远都跟我们讲说 人力不够啊 排班很困难啊 大家要来帮帮忙啊 或者是说 我们要以案主的需求为优先 当然我们也知道 要以案主的需求为优先 可是啊 这样子劳心劳力的工作 其实我们想要的只是一个 可以一个礼拜有一两天就好 完整的休息 所以我们才愿意这样的排班 在台湾普遍案子机构里头 有一个缺額 照顾人力的缺額 大概都会等到四个月 半年以上 才会有一个人力来 参与应征地步 那他们普遍的待遇 大约都在两万多块 两万五上下这个金额 那可是 很多人员 很多人他就有这个劳动市场的需求 可是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参与进来呢 因为这些工作他必须要面临许多挑战 他有高工时 日业颠倒 与家庭生活分开 然后面对安置跟照顾过程中的 各种危险 高风险 暴力 冲突等等 不管是从 政府单位也好 他在预算上的不足 那 照顾机构他们管理单位上面 不愿意提供 或是他无力提供 合理跟 友善的环境 给这些工作人员 他造成 你这些劳动人员自己 非常辛苦的工作环境 在一个比较偏箱的地方 就问他说 一个儿童的照顾 他大概是需要多少成本 那他大概就是说 一个儿童的照顾 大概要四万块 但是政府的补助 只有补助一万六左右而已 社工人员 社工人员的话 政府的补助通常是 三万三万二三万三左右 但是他其实 没有包含很多的东西 像是加班费 劳健保 劳退 这些东西 那这中间的过程的话 就需要 那个机构 审施检用或者是博学基层的 劳动 基层的人员 来补足这样的费用 其实社会福利产业的双榜 会影响很多的职业类别 除了基层的生辅人员以外 社工人员以外 也可能牵扯到 护理人员 很多很多的条件 那为什么会这样 这些条件 是因为我们的卫福部 在编利预算的时候 都没有全盘的考量 所以我们就会希望说 卫福部可以针对这些方案 做出精算 然后补充我们的社福预算 那在我的机构最近 也协助推动了老资会议 那其实在整个推动的过程中 碰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其中一个最大的困难 其实就是主管对于 劳资会议的一个不友善 因为主管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劳资会议 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 比较像橡皮独章的那种形式 因为要执行变形工时 或者是延长工时 其实是依照劳基法是规定 必须要召开劳资会议 才能够去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案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是去召开完劳资会议 那他们就可以执行 而不是把劳资会议 当成一个理性沟通的平台 基层的工作人员是 对于劳资会议 在劳资会议里面发言 是有很多的恐惧